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呈现出来的形式一直是多样的 从古典诗词到折纸穿花,从雅致舞蹈到琵琶演奏 似乎一切都具有着独特的魅力 而中国的对联文化更是极其璀璨 如同划过星空的流星 许多绝妙的对联将不同的汉字进行组合 能够形成一些奇特的效果 或是上下极其呼应 或是传递别样情趣 往往能够令人大呼,妙不可言 在苏氏身上,便诞生过这样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对联 作为一名有文化情操的诗人 自然是喜爱在自然之中不断探索的 当时东坡先生就正在外出游玩的过程之中 突然眼前出现一座庙宇,很湿有着古老的气息 于是苏氏感到好奇便踏入其中 那时候主事的老道僧看到苏氏穿着简补 就无奈的指着一把椅子,横冷淡的说了声 坐,并且对着身边的道童喊了一声 茶,似乎很不待见他的样子 苏氏坐下来之后开始与这位老道进行交谈 很快老道感觉到 眼前这个看似朴素的人并不简单 有着非凡的才华和过人的见解 于是便热情地将他带入大殿之中 说了声请坐 这时候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似乎客气了一些 还对道童说敬茶 两人继续交谈,很快 老道感受到这位客人实在是渊博过人 便询问了他的姓名 得知他竟然就是声名在外的苏东坡 立即站起身来坐一 将他带入客厅之中 这时候很是恭敬地道了声 请上座 转身就对道童说敬香茶 两人相互交谈探讨生命的哲学与意义 苏东坡即将离去的时候 老娜表示希望他能够留下一幅字作为纪念 于是苏氏流露出一丝笑意 当即做了一幅对联 坐,请坐,请上座 茶,敬茶,敬香茶 可以说是极其玄妙了 准确地窥探到了老道语言的不同 也感受了他心境的变化 由此可见 苏东坡总是能够看到别人把握不住的细节 也难怪他能够细腻把握住生命的微微变动 做出那无数的诗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